轩女士说 她在杭州渔航梁主 有一套万科的碟牌 多年来一直漏水 最近这次台风过后 尤其严重 整个客厅都泡汤了 13年的3月12号买的 然后从15年装修完了以后 就反反复复的是 因为外墙的漏水 引起我们修理 大概有六七次吧 轩女士买的是 旺科阳光天际 74号碟牌的上牌 三楼和四楼都是她家的 目前客厅的石墓地板被撬开 下面都是水 这一次是大阵雨的时候 遭殃了就彻底的进水 整个地板底下就是水池 那这一些就是我们前两天 排水的一个现场 因为大管制排水 所以它就留下来 那要留到她家里 那你留下来 你就起不去遭殃了 对啊但没办法 因为楼下那个楼板 彻底已经是漏雨了 他们睡觉也不能睡 叠牌的下牌 包括一楼和二楼 是另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业主 不便露面 但邀请记者 进去参观了一下 好几处漏水位置 都放了塑料筒和盆 来接水 连床上也放了一个 这户人家的业主 还用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那现在已经第三天了 还有这么多水 还有这么多水 视频拍的是几天前 水流花花的沿着楼梯往下流 萱女士说 以前多次漏水 旺科的防修部门 都会免费上门维修 这次对方说 房子已经过了保修期 万科的媒体对接人 发了一段视频 显示 当时萱女士家 露台上的地漏 发生了堵塞 下水很缓慢 导致整个露台水漫金山 萱女士说 她当时在上海上班 已经有两三个月 没到杭州来 所以不知道地漏堵塞了 万科方面认为 这是业主自己的疏忽 不属于保修范围 但是我们后期呢 也会去帮助业主 去协调我们的维修资源 然后帮他去解决问题 那么就他费用得自己出楼 对 费用他 那么楼下住户的损失 也得他出楼 对 邀宝恒剑技术报道